您看啊 她做什么事您都看不惯 您找一个跟您一样心思的大姐多好啊 这俩人多和谐呀 因为她的优点是这么多事 她不就是一双勾魂的眼吗 都会唱首歌吗 其他优点我们都没听到了 那是刚开始 现在我们时间也一年年多了 行 那她现在她有什么优点 她优点 我漂亮 十双 我比你漂亮 是的 不同性别 没法夸性别来比漂亮 她没有什么心机 就不太好 她没心机的 她的社会经历很清晰的 所以某些方面 我只是指导一下 就是这个 高级她一下 还指导一下 并不是看不惯 不是 您别指导了 一个天天说分手 自己写了分手信就跑的男人 然后又灰头土脸的溜回来的男人 你给人指导什么呀 对吧 你一会儿听老师的指导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界 陆大伯 你这么不断地告诉 这些陌生的异性 你是单身 别有用心 他看得出 我也看得出 你这样的去聊天 他当然耿耿于怀了 另外你刚才还问了个问题 到了你这个年龄 自私一点不好吗 我明确告诉你 不好 特别是 你们都试图再度走进婚姻 如果你过度自私 你必然走不进这样的婚姻 我们确实看到生活当中 老年人因为是在婚 对对方的儿孙指手画脚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你们两个人的核心点是 我感觉谁都没有真心 走进对方的内心 我们老年再婚 我们图的是生活相依 生命相依 到了这一个年纪 很多的物质的事情 看淡一点 和生命相比 这些都是小事情 尤其是陆大伯 你不要为自己的自私 找理由了 谢谢